塔羅主牌與心理圓形這次來到7號的戰車牌 如果大家記得我們是用一個21張牌來排三行的格局 就是抽走了0號的愚者 如果用這個角度來看Major Arcana的排列 其實7號戰車牌就是去到第一行的最後一張 這個本身其實是有一個很深層的意思 所以我們這次會講得比較詳細一點 我們首先去看看和上一張戀人牌的分別 首先我們會看到最主要的分別就是 在6號戀人牌的一男一女象徵著異元性 上次我們說到一個男性被女性吸引 而女性就被大天使的神聖所吸引 這個去到7號牌的時候 我們發現那個角色和互動就開始有些分別了 兩個二元性不再互相吸引 反而變成怎樣呢?好像是各自為證 一刻就一白 你不關我事我又不關你事 大家給錢看不到大家 的確這個在那個是由女制師開始 我們會看到那個是二元性的裡面 這個是一個發展來的 即是說二元性可以是互相吸引 互相排斥 這兩樣東西同時是二元性的兩面 即是說二元性可以是雙吸 但反過來 二元性也可以是雙距 雖然你看到那兩隻獅子 他們的頭頂都是黑白相間的 但他們仿佛不太了解這個結構 反而覺得我就是白 你就是黑 所以你是不關我事 我也是不關你事 我們一人看著一面 各走極端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二元的對立 或者叫做二元的分裂 這個去到我們在現實世界裡面 其實大家一點都不陌生 亦都是很多時候在現實世界 我們理解二元性的一個是法則來的 我們會覺得男的不是女的 女的不是男的 這個的 是光不是暗的 暗不是光的 冬天不是夏天 夏天不是冬天 熱的不是冬冬的不是熱 這個呢 將他這樣畫得很清楚 然後兩樣東西是割走極端 這個就是我們很多時候去到現實的人生裡面 對於二元性的一種狀況的處理 其中一個是法則 然後我們會看到 在戀人牌裡面的那個大天使 去到七號牌 戰車的時候 就變成一個是 戰士 形態的人物 就來代替了 所以如果我們說 在六號戀人牌 他呈現出來的 是一個比較有流動的 是一種三向的關係的話 去到這個戰車牌 我們反而會看到 是一種相對地比較緊張的三角關係 首先下面那兩個是獅子 互相的是不理睬 然後在上面的那個是 戰士的人物 你都會發現 他和兩隻獅子之間 其實好像是沒有什麼交流 也沒有什麼互動 他嘗試去駕馭他 但是這個整個過程 不算是一個十分順暢的運作 我們會看到 所以去到七號牌 這個推進 其實是面臨著一個 的考驗或者一個 發展上的挑戰 亦都是為何它是擺在 那個二十一張的 Major Arcana裡面 是頭那行的七張牌的最後一張 OK 那我們用這個角度來看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再仔細一點來看一看 我們會這樣說 其實這個三行牌的寓意 有一種什麼意思在這裏呢 我記得我在第一集的時候 就是那個道論的時候 稍稍有說過一下 但是我們現在就變得更加有條件 來到去把這個三行牌的寓意 講得更清楚一點 簡單地說的就是 我們好像真的玩這個 灼遊 或者好像這個打遊戲 你當這個三行牌 其實是一個關卡 一路去到七 然後 由七跳下去下一行 其實就是有一個紅溝在這裡 我們可以想像 當然我們去到如果是十四號 要跳下去十五號的時候 也是第二次的 我們叫做一個信心的跳躍 這樣 但是我們現在暫時先集中 在第一行和第二行之間 我們會發現第一行牌 其實是說什麼呢 我們重溫一次 由一號魔法師 是一種很純粹的陽性能量 二號女祭師 是一種很純粹的陰性能量 一號牌和二號牌 它比較象徵著我們的 整個宇宙 一個陽性的法則 與一個陰性的法則 在一個圓形的層面 由去到三號牌開始 我們開始踏入現實世界 我們有了一個肉身 由女王所代表 也是媽媽好像賦予我們 一個生命的開始 但是我們始終都不只是 活在媽媽的懷抱下 我們要進入到這個社會的入面 這個就由父親的圓形 來做一個代表 爸爸是負責教導我們 如何去到進入社會的現實 這個是法律 社會結構 這個是 一些規條等等 然後 除了父母之外 我們其實是有一個更宏大的 文化傳統 一個是社會的價值 這些事情 就由五號的教皇牌來做一個代表 我們要知道在社會裏 如何生存 如何做人 才準成 也有一些由整個文化價值 由整個宗教傳統 來告訴我們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不對的 有一個是非的對錯 雖然那個答案是單一化的 是黑板化的 但是它令到我們能夠在社會裏面成為一個集體的一份子 很安全 但是去到青春期的時候 我們通常就會追求一種個體性的一種反叛 我們就會追求一種不是一個集體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個體 我們是有自己的獨特性 有自己的自主的一種想法 這件事往往是由青春期的愛慾所代表著的 所以生命成可貴 愛情價更高 這就是六號牌所代表著的意思 當我們穿越六號牌之後 我們明白到 我們每一個人有自己的獨特性 同時我們會被我們所缺乏的一面來吸引 當然我們往往會經驗為 那是一個外部的對象 所以愛情在現代社會為什麼這麼重要 我們上一集已經說了 好了 那麼究竟去到七號牌 它代表著的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在七號牌的上面 其實我們是能夠看到一至六號牌 一個是統合的 所以七號牌其實是一張比較豐富的牌 我們在他的身上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符號 我們要花一點時間逐個來講 所以今集的時間可能會長一點 我們首先看到他手上有個魔杖 這個其實是對應一號牌 魔法師手上的那一支魔杖 所以你可以說 他是由魔法師然後整合女祭司 再整合女王再整合皇帝 再整合教皇再整合戀人 然後就成為了這個七號的戰車牌 你會看到他和一號魔法師的分別就是 魔法師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我們說過了 好像一個流通的能量的管道那樣 接通由天上而來的能量再顯化出來 但是今次在戰車牌裡面 我們會發現這一支魔杖 是放得比頭要低的 OK 在魔法師的上面 那支魔杖是舉高過頭的 但是來到戰車是低過頭的 換而言之你可以這樣說 在戰車牌裡面 這一個一號魔法師的能量 是變為在我們的意識頭腦的駕馭底下 OK 所以這張牌和駕馭這個關鍵詞是有關的 他擺的位置 然後我們去到二號的女祭司牌 OK 在女祭司牌的上面 我們看到有兩個元素 第一就是女祭司背後的那個圍幕 繼續在他的背景裡面都出現 當然圖案是不同了 但是也是有一塊布簾 然後同一時間在女祭司牌上面 出現的月亮 亦都出現在他的肩膊上面 OK 這樣我們就會看到 其實他也是有一種繼承在這裡 即是代表著女祭司的靈感 直覺力 那個是豐富的內在的世界 在他的身上 同一時間都仍然是存在的 不過 那塊的布幕 就好像成為了一個裝飾 這樣 是他的車的那個是遮頂的那個部分 這樣 好了 然後我們去到三號的女王牌 皇后 或者叫做 我們會看到 好了 那個是 王冠 OK 由星星組成的王冠 當然樣子有點不同了 但是 我們也找到一個是呼應在這裡 這個是和女王那種 重視著我們的感官的世界 重視著我們的肉身 以及有一種創造力 這樣代表著有一種繼承在這裡 然後 四號皇帝牌 這個很明顯 在一個城堡的那裡 OK 他是一個戰士 或者一個將軍 但是 他後面是有一個城堡在這裡 也即是說 他是背靠著有一個社會背景在這裡 他不是憑空而來的 他是經歷了這個考驗的了 他是得到城堡的認證 我們可以說 所以 也是一個 合乎社會規範和秩序的人物 然後到五號的教皇牌 五號的教皇牌 和他的關係 我們一般地說 會用這個來講 他胸口的前面 有一個空牌 有一個空牌 其實在猶太教裡面是一個祭司的服飾 OK 這個要花一點時間去講 很快地看一看 我們叫做 在《舊約聖經》出一及的二十八章裡面 有提及過一個東西 就是叫做 污靈和土明 由於我們這個系列始終的重點 就不是講基督教 這個我在教基督教的一些課裡面 我會專門回到一堂來講 但我們現在只能夠略講 簡單地說 其實是舊約的祭司 即是秘祖就是阿倫 摩西哥哥哥 就是一個配置的服飾 其實它是有一種 復誓的作用 所以我經常都說 不要以為《舊約聖經》沒有這些東西 《舊約聖經》是有尖復的 甚至是有玩水晶的 這個叫做決斷空牌 就會將十二支派的一些名字 刻在上面 然後在有一些疑難的時候 就好像問米或者聖杯 拿來做一個求問上帝的心意 當然具體的使用方法是不知道的 學者有些估計 找了一張圖給大家 好像天上有聖光射下來 然後空牌會有一個反照 出來會有些文字顯示出來 當然這些一切都只是一種幻想 因為在聖經裡面 其實沒有一個很清晰的記載 不同學者有不同的估計 那個物件就叫做污靈和土明 這個是戶口本的翻譯 讓大家一個背景知識知道 所以這張牌其實是 或者韋特牌其實有很多這些東西 所以我也是那句 塔羅牌有很多種不同的使用方式 在我教的塔羅牌底下 我盡量如果我知道的這些背景知識 我都會給大家 而這些其實就算你找書看 也有時候你未必好找到 或者你未必好知道它是什麼 你經過這個解說之後 你嘗試進入去 特別是原作者韋特的心思的時候 你會看到多一點點的東西 所以這個空牌其實是 正在對應教皇的宗教傳統 即是說它也得到一個 宗教方面的認證 你可以說 然後最明顯的 六號的戀人牌 有人會說是黑白獅子代替著 但是我更加會說 是這個符號 代表著六號的戀人牌 這個符號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好像陀螺一樣 其實它也是有經典根據的 其實是來自印度教傳統的 裡面的一個很常見的物件 這個是圓柱體 圓柱體的部分就叫林家 這個下面的底盤的部分 就叫做YONI 一般中文我都不太知道叫什麼 但是它其實不是中文 所以中文名字不太重要 這個究竟是什麼呢 你在一些譬如是柬埔寨 或者是斯里蘭卡 泰國比較少見 但是印度那些都很多 因為它是由印度教的傳統演變下來的 那個圓柱體 你看到甚至乎有一些人樣在 這個人樣是誰來的呢 其實是印度的三大主神之一 這一個部分就是濕婆 印度的是三大主神 然後這個是圓形的 其實大家都看得到 它是象徵著男性的性器官 是一個很清晰的文理 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有一個說法就是 它簡直就是濕婆的楊具 它本身是可以作為一個神 或者一個象徵來被制敗 這個也有一個說法就是 一個濕婆神的化身 因為濕婆是破壞神 在三大主神裡面 所以在楊具的頂端 即是衝鋒陷陣 你當是 所以很強的是 作戰能力 也是有破壞力在 但是也象徵著濕婆的那種 由摧毀而生的一種再生的能力 而下面 下面 這邊 1,2,3,4,5,6,7,8 其實是一個八角形 這個八角形 我們就叫做皮濕奴 OK 濕婆就是破壞神 皮濕奴就是保護神 所以最多人很多時候會拜 當然你算廟的話 其實濕婆是比皮濕奴 因為大家都期望不要那麼多災難 但是皮濕奴也是很常被制敗的一個神 也是很能打的 會保護很多東西 在這個印度神話裡面 很多是和阿修羅 和一些魔神去作戰的 然後最底這個 四方形的 就是創世神梵天 但是梵天在印度教裡面 就是最沒有人理會的 因為他好像做完這個世界之後 就什麼都不理 所以沒有什麼用 沒有什麼人拜 梵天的廟是最少的 這個三為一體的 其實就是把印度的三個主神 梵天、皮濕奴和濕婆 用一種儲體的方式 來代表著 然後下面這個 其實就是剛才所說到 那個叫做 幽尼 有一些液化叫做Yoni 是一個底盤 這個象徵意義就是什麼 其實就是象徵著女性的性器官 所以一個象徵著男性 紅性的羊具 下面的底盤就是象徵著 一個女性的生殖器 這樣放進去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一個我們叫做生殖器崇拜 的一個宗教文化來的 其實在很多原始的宗教裡面 都有很多這些東西 對生殖、對性等等有一個崇拜 但是這件事它用來是做什麼的呢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 日常生活的裡面 比如他們拿水 就會由頂那裡淋下去 然後經過整個柱體流下來 然後就會在下面的出水位 他們就會這樣摺著水 拿來喝、洗臉等等 對他們來說 這就是一個祝聖的過程 就是好像經歷了一個 由男女交合的神聖的意象 然後就會誕生出新的生命 其實因為由聖而生而育女 所以他們會覺得 譬如他們有一些食物 甚至牛奶那些 他們會把它倒進去上面 然後再在下面摺著 作為一個對食物的一種祝福 所以他們有很多 特別是有錢人那些 他們的庭園裡面 或者每間廟裡面 對他們來說 在那裡拿水 其實就是一個 那些是被 你當是 好像我們華人傳統說 開了光 或者是捉了性 的一些是水來的 這樣 這個就是那個的寓意 所以其實它這個的意象 是很明顯的 就是說它是整合了男性和女性的能量 OK 這個 林家和Yoni 這兩個字 其實在談吹裡面是很常用的 當然它就不只是說性器官那麼簡單 它是象徵著整個紅性的能量 在這個意象的下面 亦都有一個整合在這裡 OK 就是說它是有 不論它是男性和女性 即是它已經是有 你可以當它是有結婚生子的 的一種狀態 OK 所以 你會這樣說 就是 它是 完全經歷了1日到6日的一種狀態 去到現在 好了 整件事究竟說的是什麼 OK 在說的是 人生去到這個位置 OK 你要做的 社會告訴你要做什麼 你做足了 就是了 去到這個階段 書你讀過 有爸爸有媽媽 然後 結婚 生兒子 好了 所有的事情 開始你有些責任要背上身 人生去到這個階段 OK 那麼究竟下一步是怎樣 人生還有些什麼 當你滿足了社會的期望 你試過服從它 也試過叛逆它 是的 到了這個階段的時候 也是很多時候人到中年的時候 你也有自己的事業 OK 後面的城堡 代表著你得到社會的祝福 你是它的一個成員 甚至乎你在裡面 是有某一些崗位 OK 那麼 你說宗教層面的東西 就是說 外部建制宗教 因為5號牌 OK 對了 你那些 好像要做的東西 你能夠學的東西 都已經是齊了 那你 What's next 你跟著下一步是怎樣 但是人生往往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有一種很深層的不滿足在這裡 OK 那麼究竟這一件事我們怎樣來去理解它 所以這張牌在說的東西 不是那麼容易明白的 特別對於一些比較年輕的朋友 OK 如果我們真的說那個心理圓形之旅 要去到這個階段的話 大家很可能還是在5號、6號那個位置 卡關 很多時候都是 那麼這個 到了一個所謂成年人的世界 但是 又好像要做的都是這樣 你曾經叛逆過 然後又有些東西建立了 這樣 但是 為什麼你的人生 仍然會有不滿足的時候呢 為什麼你好像深層地發現 有一些的位置 硬是好像 人生究竟有什麼意義的 OK 究竟我是誰來的呢 當你會進入到這一種類型的問題的思考的時候 而這些類型的問題的思考 往往是預設了 你有很多其他問題你先搞定了 即是你最低限度 你不是再是一個會被爸爸媽媽罵你的一種狀態 你是能夠完整地去滿足到他們 甚至乎你是強過他們 你不是會在那個是社會建制的那裡來到去 即是你會覺得自己和他格格不入 很難進入到進去 這樣的狀況 你也不是完完全全只是社會建制的奴隸 傳統文化告訴你 要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你是懂得有自己的獨立思考 你也不是很想要拍拖 很想要伴侶 而得不到被這件事很困擾 或者另一個極端 就是你的人生只有愛情 將對方神化 然後將對方視為解決你人生一切問題的一個神化了的頭蛇 也不是這樣 假設你是能夠建立到一種比較健康的 是的 比較上是 了解到雙方的人性的一種的關係 我當你穿越了以上的所有東西 你才有資格 才有條件 進入到七號牌的考驗 OK 那你就會發現 我也是那句 很多人一至六都卡關卡到不知怎樣 OK 但是如果我們的人生是有機會去到這個七號牌的經歷的時候 OK 好消息就是 即是我們是 你用塔羅牌來講 我們是說 你可以有資格去跳下一行 OK 你具備挑戰下一行的資格 是這樣的意思 OK 當然人生是無窮無盡的 是不是 你信輪迴轉世的話 可能多生多世 是不是 你今次玩不完 你下世就繼續 再來 這樣 也都不奇怪 但是 如果真的說這個很深層的意思的話 就是講 我們怎樣跳下去 OK 當你具備這個問題 意識的時候 你就可以由第七 走下去第八 OK 那你怎樣通過這個考驗的問題 那我們再看得仔細一點 就是 你會發現這張牌 它的光明面 或者它的正面的品質 其實是在說什麼呢 其實它是在說一個 我們 是啊 那麼多事情那麼麻煩 真的那麼吵架 所以就是一頭煙 一頭煙是什麼意思呢 它就是要非常之專注 要非常之謹慎 用一種字來講 就是要非常之意識 OK 全部東西在頭腦的那裡 要把所有東西 你想想一至六這麼多東西 要把它駕馭得很好 OK 你必須要非常專注 非常集中 一切的東西 暫時沒有出大事 是了 under control 是的 但是 但是 你稍微一筆神 會不會 那頂帽子掉下來呢 那輛車走了 不知道去哪裡 馬之棍就駕不住 你後面的寶女 不再祝福你呢 會不會是這樣呢 不知道 但是起碼我們現在看得到 主人工 是出了相當大的力氣 或者是非常謹慎 非常專注 甚至乎有些僵硬 來把這麼多東西平衡得好 OK 所以你有這麼多東西 你的代價就是 你用什麼的力量去駕馭它呢 這張牌裡面的答案 就是一個意識的力量 OK 它的頭部 象徵著頭腦 意識 我們的力量 整個牌也是黃色的主調 這個呢 就是它比較正面的品質 這樣 好了 但是同一時間 你又會看到一個深層一點的意思 就是 你看一下車 它似不似是在動的呢 這個你會看下去 你會發現 它前面的輪子 就在綠地的上面 當然 它的透視法那些就不一般 但是它是它的畫風來的 但是 後面的輪子 我特別強調放大圈著它 這個位置 看到嗎 其實是浸在水的裡面 OK 前面對輪子 就在綠地 後面對輪子 就在水 這是什麼意思呢 一般的詮釋就會說 這個是說 綠地就代表著我們的意識 我們的現實世界 但是第一次 是第一次 是 在我們的牌裡面 的人物 跟水是有接觸的了 OK 記得嗎 在呂祭司的上面 它在後面 這個波平如鏡 基本上是與它無關 是一個背景來的 到了3號牌的時候 它是作為一個背景的生命力的象徵 到了4號牌 成為了一條很小的溪流 只是 行不行 到了6號牌沒有水 7號牌的時候 正式第一次 正式第一次 雖然牌裡面 雖然也不是他本人 也不是他本人 但是他坐著那輛車代表著 那輛牌也叫戰車 這樣就是 放在水裡面 我們一般的說法就會說 水就是代表著一個潛意識 一個潛意識的世界 所以這一個呢 就是 說著 這輛車究竟能不能夠向前走到呢 一方面 這個意象是很清晰的 前面的輪子正在走著 他很想向前進發 很想再向前推一步 就好像我們的人生一直以來 過關斬仗 經歷這麼多的考驗 都能夠過到 去到這一步了 想繼續向前走 但是你發現 後面有東西拉著你 OK 後面的輪子 陷了在水的那裡 那裡的東西 開始會拉扯著你 障礙著你 令到你動彈不得 你向前走又不行 向後退就會跌到河 那怎麼辦 就是一個這樣的問題 所以這張牌 如果你說它作為一個挑戰 考驗 或者它的陰影面就是在於 我們的意識 能夠為很多事情負責 但是是不是所有東西 都能夠交給頭腦 來處理呢 這樣 這個就是這張牌 講的最大的問題 所以 去到這個位置 我們就要講一下 如果說韋特在這張牌裡面 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改動 比較起馬賽的話 OK 在馬賽塔羅裡面 那兩隻就不是獅子 而是馬 OK 當然不是韋特原創的 韋特也是在追蹤一套 再早一點的塔羅牌 但是我們這裡 不做太多這一類型的考證 他選擇了用私生人面像 OK 究竟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們這一集始終不想拍太長 所以我只能夠 大家回去 真的很有興趣的話 就去看回我拍《希臘神話》 那時候專門拍過一集 你看到一小時四十七分鐘 總共說了 那時候的影片 就是三年前 你看到 質素是很差的 什麼都沒有 然後在IG上開Live 像素又很低 所以 但是內容上是OK的 過幾小時大家有興趣回去看 看完的話 你有機會明白到 究竟這張牌是講的什麼意思 我們可以合理地類比下去 他用得斯芬克斯 斯新人面秀 在那個牌裡面 這張我很喜歡的話 講過很多次了 你可以直接把伊底帕斯的故事 類比下去 戰車這張牌上面 OK 不是太多人用這個詮釋 但是我覺得這個詮釋 是講這張牌講得非常好的 的一個詮釋 接通到整個希臘神話的一個故事 裡面 但是我 這裡始終時間有限了 所以 我只能夠給這個暗示給大家 有興趣的 你自己去看 然後嘗試自己去做一個扣連 OK 簡單地說的就是 這個主人翁 他在他人生的成就最高峰的時候 OK 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是誰 他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 他覺得外面的世界所有東西 他都搜到來來 用自己的聰明才智 覺得處理得很好 社會的難題挑戰 我能夠去克服他 我又有自己的獨立思考 不是人魂逆魂 爸爸媽媽那些我全部搞得好 是的 我也都超越他們 是的 這樣 愛人我又有了 這樣 我還不是搞定所有東西 是的 我們進入了這個類型的學問 其實就是講這個宇宙 這個世界 我們的人生 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是的 你如果去到這裏的話 或許 在凡層俗勢 已經會覺得你的人 已經去到頂峰了 但是 在我們這一類型的學習的裏面 我們就要發現 在這個時候 是要學會謙秘了 OK 因為 你以為你自己知道了所有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連你自己是誰 你都不知道 OK 這個就是伊底法斯 在這一幕裡面 面對的一個問題 好了 所以 要知道自己是誰 OK 答案在哪裡 答案就是 我們要跳下去下一層 OK 由第一行跳下去第二行 你過不過到這個考驗呢 或者你願不願意 是的 起碼你承不承認有下一行 OK 對很多人來說 根本連下一行的存在 他都不承認的 他簡直是看不到的 又或者覺得這個世界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是的 我們不用想那麼多 不用搞那麼多 是的 自己拿來煩的 所以人生在世就是什麼 就是以上一至六那裡搞定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用你的頭腦 用你的理性 全部去搞定它 OK 這個呢 就是這個牌的 一個是 講的話 好了 那下去 很快看看馬賽 馬賽 主要做過對照 韋特做過什麼改動 OK 你會看到 圖像的結構方面 不算很多改動 最主要就是 它是兩隻馬 而且表情也挺有趣的 這樣 這個是作為一個參考 也是 馬賽我不講太多 給大家自己感覺一下 但是奧修禪卡要講一講的 是的 一個awareness 他用七號牌 是 就是意識 或者我們叫做 國策 OK 你會看到他用了一個什麼的意象 好像是有一個的 有個膜 好像在融化 燒著了 這樣 他用的 其實是在印度教裡面 是一個叫Maya的概念 一個是幻象的意思 OK 即使說 他們的說法就是這樣的 我們在現實世界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時候的東西 都是虛幻的 都是一個幻象 是一個很表層的那一層 我們會誤以為 當了那個幻象就是真實的世界 OK 其實這是一個邪見 所以修行就是怎樣 我們就是要穿越這個幻象 看得到那個 背後的實相 OK 所以就是講這個Maya 如何去萬物億 作為一個帳幣 我們如何去破除它 而這張牌用了這個意象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講 自我 好像一個人格面具一樣 OK 你看他有一個人的影 在這裡 是不是 那我們 本來可能誤以為 誤認了 這個就是自己來的 但是 這張牌 講的最高品質 記得我說過 澳洲禪卡 就是講靈性上面的最高品質 特別在Major Arcana裡面 你會發現 7號戰車牌來到澳洲禪卡的演繹 看下 就是講 是時候下下一項 所以你會意識到有些東西 這個不是真的我 我是不只這些東西 所以當你有這個覺察的時候 整個煙幕就會煙燒雲散 慢慢開始融化 然後透現出在後面 看到有個佛像的模樣在這裡 就是我們真正的自性 當我們能夠卸下我們的人格面具 當我們能夠面對我們的陰影 整合穿越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一個更深層的自己 究竟是在那裡的 原來一直都 只不過你給表情的那個漲斃了 所以這個就是這張牌 在澳洲禪卡的演繹底下 一個很深層的意義 OK 那我們下一次就落到下一項 OK 我們可以落到去看8號牌 好 那我們這次就到這裡 再見 我們都會猜到這個